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今天是元朗721 两周年 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正在案发现场 元朗西铁站 我身边这位 就是在《立场新闻》访问的李碧儿 李女士 我想问一问 李碧儿叫Sandy Sandy 我看见《立场新闻》 那条影片在昨天出出 就访问过李 就是关于 在两年前元朗721 有一封海报 就说他们搞进来元朗 后来他们就说 用一些软件查到的源头是封中微层出的 就是建制出的 也是两年前搞过720的 撑警大联盟 就好像成单 就是你们建制派自己 整张海报 但是问题就是引他们那些 黑暴进来 你对于这个看法又怎样呢 Sandy 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做事的手法 喜欢抹黑造谣 说大话 大家看到19年开始 黑暴厉害到 去到那里好像蝗蟲 破坏性很强 而我没有做事 我常常就很留意一些新闻 或者Facebook 网上的东西 他们就宣传 得元朗得天下 哇很多人害怕 因为之前他们的事迹 就已经是令到人人心惶惶了 那720来说呢 就是一个反击 这个黑暴的活动来的 现在又想造谣去平反 又误到市民 说不是他们搞 其实如果港大市民 如果你有留意这些新闻 大家都在记忆犹新 因为港大说他们就在 我们不如看看案发现场 这里好不好 我们下车看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Sandy 现在我想问一下 你在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 这个元朗西铁站 当日发生的现场 就是这里 这个牌坊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那个就是池塘 那个池塘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么近这个案发现场 那帮整帮黑衣人来 但是我们这里 守卫家园的市民 我们的村民 真正正正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 但是现在在这里 我们有很多人被人抓了 多冤枉 7月21日之后 他们再有没有攻进元朗 有啊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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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刚正正正被人攻击 大量的警察警力就去那里保护 那天 那天 就因为警力不够 那我们自己市民 我们村民市民 就发起 不如他们穿黑衣 我们穿白衣 那大家就聚集在对面的公园仔 在乡乙谷后面的公园仔 那里叫做鸡地 凤尤北街 那我们呢 我看到之后呢 我自己作为一个元朗高民呢 我都穿了一件霸衣 到他楼下 那他要帮忙 大家那时候 整条街都是霸衣人来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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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本身是元朗人 你住了元朗多少年 我住了十一二年 OK 那你对于呢 其实 会不会无端端 过去那么多年来说 会不会无端端有人进来 搞你元朗的呢 我想知道 没有的 其实我住了这么多地方 元朗是很有趣的 一个新旧交替的地方 那你说呢 他们那个旧式这些呢 他们那个关系是很好的 没有啊 完全都是很风平浪静的 很繁华安定的 元朗这一道 我知道有个被告呢 其实他住在这里 里面很近的而已 但是呢 其中一位被告呢 他就因为这一道呢 上面就有人侵佔元朗 他就两手凡凡 手毛串铁上去 就被人告暴动 你对于这一个元朗人的 你怎么看呢 他后面还有一个BBQ乐园 这个 我真的因为我看到这宗新闻 我真的很愤怒 很愤怒 首先 他是住在这里的 他的铺铛就在前面 就这里 那个天桥底 那个行人楼梯下低 搞个烧开场搞了十几年 这里是我们元朗人一个 很欢乐的地方 因为他收得便宜 有良心 还有呢 就是超值 他带给好多人快乐 就是这个地球上 如果你可以带给人快乐 很艰难的 是啊 我猜不到原来涉及他们 我猜不到涉及到他们 然后还给地政署的人 就把他收起来 所以我说很惹怒呢 你骗人家有事的时候 成人之危 成人之危 他铲平给人家当生意 人家做了十几年了 他问你说 他当日呢 我听我的街坊说 听我熟悉的街坊说 那个街坊是一位 德国望重的首长 是这里的组织首长 他说 那天他在做生意 他就听过 有些黑人走进来 他问是什么事呢 还有那些客人 每个人叫完单走 很害怕 叫完单 那位老板就是 他在做生意 他走上去看看是什么事呢 他就这样被法官说 他是一个指挥的 这个实际是天大的冤枉 嗯 OK 其实就听到你刚才这样说 就看回昨天立场那条片 其实风中微塵 他那个圆出柱 我们蓝营哪里有这么漂亮的 所谓poster 那些美术设计 其实他们很容易做假的 因为他只要把他之前的 源头的IP 刪除了他 那你们蓝营不懂得刪除 就入了理数 跟着再找你那条片 很坦白 Sandy是元朗人 他是问你的 是啊 那你就说了那个poster的源头 然后他说这个poster 的源头是蓝营做的 那我觉得很不公道 因为我720我也有去撑警 我还有一次专专在日本搭飞机 回来 难道我又是黑社会 我们这些自发过来的 我想问你去年720 你有没有撑警 我有帮手做斗策 那天我跟立场记者 你是不是黑社会 你不是说我黑社会 我簡直是一个良家妇女 我身家清白 我背景良好 但当天他为什么要访问我呢 因为我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 我经常走出来 走出来去说话 他认识了我 我当天去到集会的时候 有街坊认得我 他就说碧姨姐 你在这里 你帮手带头游行 趁早早地游行 我们拍一些影片上去 希望他们不要进来 看到我们这么齐心 不要进来 至于那个poster 他们习惯了抹押的 他们现在已经在网上 找不回他们以前的东西 风中微塵这位朋友 他什么我不清楚 但是他现在给我看的东西 他们真是造假 他们真是造假 不是我当天看的东西 他当天的宣传 即是那些黄丝港独就很厉害的 文宣 是啊 我也是 但是有时间关系 我想问一下你 因为现在一讲元朗721 你就在这个全世界 全地球 你们721元朗人就是黑社会 你觉得这一样东西是怎么看法 抹黑色很厉害 没有林卓廷 没有那些黑暴徒 又何来有721事件发生 他当晚我看的影片 他们有人 每个背着背囊进来 穿着黑衣 看到他们又换衣 有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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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看我们 每个人没有纏口罩 每个人 又没有背囊 因为我们就这样下来 我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根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政大光明去保护自己的家园 那些人 真真正正正的保护自己的家园 保护自己的生意 是 去网额 被人控告 我们黑社会吗 那你这么晚进来做什么 你有留意到他个个都有背囊 是的 你留意你們看的片段 一句黑蚊蚊背著背囊 他很好笑 他在西鐵站沒有下雨 他可以開傘的 是的 首先你看他的片段 林卓廷為何你法官不看 那幫人 劉卓廷在法官的心目中 是一個可靠的證人 他真的很好笑 你有沒有看釘書釘事件 民主黨 那個肥子大被人釘了釘 林卓廷的眼睛 張開眼睛說謊 跟著還要鬆嘴拍一拍 喂 小心點說話 是的 還有 那些戲假到沒有人相信 完全是假到沒有人相信 不只他還要睜大眼 去抹黑國內部門 你說林卓廷是可靠證人 還有就是說當晚 有很多片看到林卓廷 帶著一班小孩 帶著一班人 監罩罩 某這樣 就要跟你們… 加水男edy Kä子 你们一起心裏開什麽車 多似的系統才來開啞 又噴消防喉 又噴滅火桶 又挑釁 你覺得林卓廷是否在香港是一個可靠證人 因為法官稱讚她是一個可靠證人 我覺得她是猛的 這些情況小孩子都看到誰是可靠 一個你三不認識的商人走上去就說她是不可靠 還有就是說黑社會 那位自己家園的人是黑社會 你會就住在這裏 其實如果我們在這裏出街走出來沒有帶身份證 不超過一百米沒有帶身份證都沒有犯法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法官有沒有看這件事 所以我們容後再說 但你身為一個元朗街坊 兩年後的今天你見到這麼多警車 還有什麼感觸呢 很感觸呢 首先 警察就已經是不需要這麼多 但是他也是防止有少量的人搞事 那你已經是警力不需要這麼多 第二就是我再補充呢 我們元朗不是黑社會 你們不來搞我們怎麼會來自衛呢 這個是自衛 記載自衛 半夜三三天到來你搞我們 人家鄧山在做生意 走上去你說人家是指揮 我們不是黑社會 黑社會 我不知道什麼是黑社會 黑衣人都不知道有沒有黑社會裡面 黑社會他們有自己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怎樣定性為黑社會 現在你整幫暴徒就是黑社會 由頭就黑到落尾 心都黑到落尾 你半夜不進來搞事 何來有七二一事件 元朗全部進來做什麼 人家翌日還要上班上學 你們放假 整幫黑黑的搞我們元朗人做什麼 你整幫根本就是黑社會 我們是自衛我們守護家園 我今天來到元朗 我今天來到元朗 我是落口宮 我早一輪是舉報這個罪魁禍首林卓廷 他在七二一、七二七 是帶暴徒過來挑釁元朗居民 他們在Facebook很早已經說要光復元朗 得元朗得天下 令到我們元朗居民人心惶惶 令到我們很害怕 因為當日也是他們衝擊這個中聯辦 西環中聯辦 我們很害怕 令到我們居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在網上看到 看到有人發起發三保衛 所以我們很多居民 當日七二一那天 很多居民包括我 都穿了白色的衣服 去這個雞地那個公園仔 鳳悠北街公園仔 大家在那個公園仔集合 希望要告訴那些暴徒 不要進來衝擊我們 我們是很團結的 但是當我們一群居民 以為沒事的時候 十點幾 林卓廷帶著一群人 就來搞我們元朗 我們今天很多無辜的市民 為了保護家園 保護元朗 保護我們元朗的居民 被人拘捕 不停將事件放大 八三保衛家園 有什麼錯 被人告暴動 我們要求 要求嚴懲林卓廷這個罪灰禍首 最 最惡暴力的源頭 希望他們嚴懲他 我今天落後空 我希望 希望起訴這個 這個罪灰禍首 沒有他 就不會發生七二一八三暴力事件 請大家 不要整天放大八三人 是暴徒 他是保衛家園 是被迫保衛家園 我們大家 不要放過這些罪灰禍首 不要放過這些暴力的源頭 沒有他 我們香港天下大平 不止元朗 沒有他 我們香港繁華安定 我們本來安居樂儀 但是現在 被他們搞到生於亂世 請大家齊心 舉報這些罪案源頭 暴力源頭的罪灰禍首 那些政棍 那些學棍 還有那些教棍 多謝各位